有一种生物 堪称绝大多数生命的梦魇 它可以常年累月地 隐匿在难以发现的角落 漫长的时间 等待着一个机会 发出致命一击 毒蛇这类危险的动物 攻击速度最快 可达0.1秒 零点几毫克的毒液 就能破坏神经系统 造成致命的出血 在中国 有着超过250种形态各异的蛇 其中毒蛇占四分之一 五步蛇 银环蛇 眼镜王蛇 竹叶青等 在生机勃勃的雨林 在与世隔绝的海岛 在人口稠密的城市 在万籁聚集的沙漠 都有毒蛇的身影 他们的故事 每天都在上演 这里是中国西北部的一片戈壁荒漠 每年深秋 看似寂静的土地上 会出现一个神秘的现象 这条头部略圆 北极有一条纵行长纹 紫额林向后指引尾端的 是无毒的黄脊游蛇 这条头部略成狭长三角形 背离二十三行带有斑纹的 是阿拉善妇 阿拉善妇体型细小 但毒性剧烈 大多数蛇 都是生性孤僻的动物 然而这两种蛇 一道深秋 却从四面八方涌到这里 它们会聚集到同一个地方 进行集体冬眠 有学者称 这是一种特殊的 月冬现象 广袤的荒漠 戈壁滩 绵根在中亚浩瀚的大地 从新疆 内蒙古 到甘肃 宁夏 八百里戈壁的身影 一直延伸开来 干旱 缺水 是生活在这片戈壁上的生物 面对的最大难题 想在这里生存下来 绝非易事 春天是仁慈的季节 残忍的冬天过去 戈壁终于出现一丝新的生机 气温升高 沉睡了一个冬季的蛇群 结束了冬眠 他们小心翼翼地探出了脑袋 感受着周围的温度 几乎所有的蛇都在犹豫 如果出巢太早 一个倒春寒 足以使他们丧命 然而如果出去太晚 相濡以沫 一起度过冬天的伙伴 随时可能翻脸 变成催命的杀星 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 整个冬季的饥饿 使他们变得无所畏惧 如果不能迅速找到一餐 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死亡 阿拉善富 戈壁上生存力极强的佼佼者 现在他们离开了冬天的庇护所 奔赴了不同的方向 这是命运给他们出的一道选择题 不同的选择将带来 截然不同的命运 与此同时 千里之外的海岛上 这条腹舌没有选择题可做 它一生的绝大多数时间 都固守在这一个枝头 这是它唯一的餐厅 也是唯一的战场 候鸟迁徙的季节到了 岛上的居民都躁动了起来 它们等待这个时机已经太久了 刚刚结束冬眠的蛇倒腹 需要足够的食物 才能应对之后三个月的下眠期 这些迁徙的鸟都有极其敏锐的眼睛 蛇倒腹有的是足够的耐心 它正一动不动地潜伏着 腹舌外表天然的伪装 与树枝融为一体 在这个面积仅有 0.72平方千米的小岛上 有着全世界少有的生态奇观 这里生活着 大概两万条的蛇倒腹 平均每20平米就有一条 密度超出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 这里是毒蛇的王国 这个危机四伏的小岛 是海鸥 山雀等成千上万只候鸟 迁徙途中的中转站 它们中的很大一部分 没能继续之后的旅行 这只体格健壮的山雀 属于一种典型的东北亚候鸟 它从数百千米之外飞来 在蛇倒稍作停留 补充食物和水分 想要继续飞越大海 树上的两条蛇倒腹 重叠在一起 它们可不是亲密的爱人 而是残酷的竞争者 海岛空间有限 有时蛇倒腹会选择 在同一个枝头作为猎捕点 这时候只能看谁下手更快 吃到食物的那条 才有可能活下去 机会飞走了 山雀在树枝上欢快地跳来跳去 这个枝头 看上去跟它之前停留过的无数枝头 没什么区别 但其实 这个枝头是有主人的 这条蛇倒腹 日日月月年年等在这里 等待幸运从天而降 就比如现在 蛇倒腹 视力较差 但它对温度的感知极为敏感 鸟的观察很是敏锐 它的眼睛是生存的保障 山雀察觉到不对劲 它迅速观察周围的蛛丝马迹 但是对于这个枝头 这条蛇倒腹 要熟悉得多 山雀是蛇倒腹 最佳的捕食对象 现在 这条蛇倒腹 已经逼近了猎物 准备攻击 它在调动全身肌肉 随时准备扑上去偷袭 蛇身体的肌肉 会轮流呈现收缩 及松弛状态 相互交替 避免紧绷时间过久 肌肉会变得疲乏 这个方式 能有效地节省体力 把力气保留到 发动攻击的时候 就是现在 山雀的故事结束了 它的牺牲 使得蛇倒腹的故事 能够继续 云南 素有动植物王国的称号 拥有广袤的热带雨林 与亚热带长绿阔夜林 西双版纳 是世界上北回归县附近 保存最为完好 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地区 这里中年温暖 湿润多雨 为无数珍稀动物的繁衍 与植物的生长 提供了得天独厚的 生存环境 然而这一天 这片雨林 却似乎有些过于安静了 这是一条眼镜王蛇的领地 它是所有毒蛇中 最让人闻风丧胆的一种 致死率极高 成年的眼镜王蛇 体长通常会长到三米 最长可接近六米 是世界上体型最长的毒蛇 几乎没有其他的动物 愿意引起眼镜王蛇的关注 它是这片区域绝对的王蛇 此刻它发现了一个入侵者 这是一个紧张的时刻 这也是一条眼镜王蛇 但是王只能有一个 两条眼镜王蛇都在默默地评估着对手 通常眼镜王蛇之间 不会一上来就开打 它们会通过体型的大小 判断自己是否有胜利的可能 一旦判断失误 很可能会危及生命 两条眼镜王蛇 都将身体撑起一米多高 它们都仗起了颈部 试图让自己看上去 比对方更强壮 一场生死决斗即将展开 它们缠绕在一起 都想把对方压在地上 试图直接用力量征服对方 眼镜王蛇对于同类的毒液 可以免疫 因此在它们相互撕咬的时候 最后不会喷出毒液 战斗结束了 原来的王失去自己的领地 新王 诞生了 傍晚 戈壁上的热度渐渐散去 各种小生命蠢蠢欲动 这条阿拉善腹爬出了巢穴 离开蛇群 奔向未知的远方 傍蛇每天行进的距离 只有几百米 对它们来说 每一次转弯 都代表着命运的选择 这片戈壁 不乏数千米寸草不生的生命禁区 选错了 就是奔向死亡 沙西是戈壁上的暗夜杀手 此刻 他正在享受落日的余温 沙西上下卷绕自己的尾巴 向同类展示 不同尾色的性别标志 这只沙西 盼望能在初春之际 寻找到合适的伴侣 舒适的温度 让他感受到了春日的愜意 放松了警惕 沙西卖力的表演 没有吸引到伴侣 却引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阿拉善戏 阿拉善富发现了这只沙西 由于没有外耳 蛇的听力并不敏锐 但由于他们特殊的运动方式 对地面的震动十分敏感 快要成为盘中参的沙西 并没有发现 危险的警钟 已经悄然敲响 阿拉善戏 慢慢接近他的猎物 他的爬速度很慢 但是一旦进入攻击范围 出击的那一瞬间 却快如闪电 0.2秒内 就可以完成出击 扑咬 收回的全过程 这一次 怕失败了 只好等待下一次机会 在这片戈壁中 蛇是优势物种 靠着忍饥挨饿的能力 他们统治了 几乎整个西北荒漠 失去领地的眼镜王蛇 来到了一片新的丛林 这里是他喜欢的环境 却没有他想要的静谧 树上这只猎猴 显然没有发现眼镜王蛇 附近有一个规模不大的猴群 一共不足20只 他们常常会为了寻找食物 到周围四处游荡 这只年轻的公猴 负责站岗放哨 显然不太称职 他没有尽到发现危险的责任 得罪起邻居来 却是一把好手 这个倒霉的邻居是一只竹鼠 它是这片林子的常住居民 与其他大多数蛇类不同 眼镜王蛇拥有不错的视力 对于活动的物体非常敏感 这只猎猴看上去已经成年 体长大概40多厘米 体重超过8000克 对于这条眼镜王蛇来说 猴子不在它的捕食范围之内 眼镜王蛇的吞咽能力 与自身的体型很不匹配 它的头较小 控制张嘴的镊骨 方骨不长 嘴巴张开的幅度很有限 因此眼镜王蛇不能吞下 比自己的头部宽太多的猎物 猴子和竹鼠依然没有发现 眼镜王蛇的存在 它们现在已经进入了 各自炫耀自己的力量 互相威吓的阶段 眼镜王蛇拥有极强的领地意识 性格暴力 相比其他蛇类更容易发起攻击 眼镜王蛇一点点靠近了它们 它正在蜿蜒爬行 大多数蛇有三种不同的爬行方式 眼镜王蛇现在采用的这种 是靠弯曲的后部失利于粗糙的地面 靠反作用力推动身体前进 这并不是眼镜王蛇最快的爬行方式 它的好处是比较安静 非常适合偷袭 猴子的听觉相当发达 而猕猴的听觉最高极限 达到8000赫兹 链齿类的听觉范围 比灵长类还要优秀 竹鼠通常可以达到1万赫兹以上 而且有的时候过低的震动波 虽然不能被听到 却会被生物的身体感受到 现在已经进入了眼镜王蛇 可以攻击的范围 但是它必须非常小心 一击成功 被发现了 竹鼠立刻逃命 眼镜王蛇紧追不放 情急之下 竹鼠钻进了一颗竹子 竹筒对它来说 往往是天然的庇护所 坚硬的竹筒外壳 可以使竹鼠逃过 大多数食肉动物的攻击 然而这一次 它的对手是比它 还要身形纤细的眼镜王蛇 这个看上去普通的枝条 对这条蛇倒腹 却有着特别的意义 它一生的绝大多数时光 都在这里度过 比起陆地上其他的腹蛇 蛇倒腹 异常的安静 它们的生活极具规律 天刚亮的时候 它们陆续爬上枝头 十点左右逐渐离开 下午三点以后 又回到捕食点 直到七点左右 再离开 天天如此 如同上班族一样 准点上下班 蛇倒腹 蛇倒腹一生就守着这一个枝头 它们可以几个小时 都保持着同一个姿势 每天都等待一个奇迹的发生 漫长的等待 占据了它们生命的大部分时间 在这个海岛上 很多蛇一生的活动范围 可能只有几百平方米 根据一些专家统计 每年只有大约5%的蛇倒腹 会在夏季选择迁徙 可能是避免近亲交配的产生 在岛上其他动物极少的情况下 它们怎样活下来 是个有趣的问题 在新世纪之前 辽东半岛与焦东半岛 与陆地相连 喜马拉雅造山运动 多次引发地壳活动 渤海地区地势较低 水系发达 内部击成大面积潜水湖泊 海水自黄海涌入 形成现金值渤海 那些未完全被海水淹没的山峰 变成了岛屿 在此之后 又发生了多次海进海退 蛇岛时而孤立在海中 时而与陆地相连 最近一次与大陆完全被海水相隔 大约发生在一万五千年前 当时一场危机向生活在这片土地的生物逼近 危机来自这片无情的大海 在蛇岛与大陆分隔之初 还生活着其他种类的动物 由于岛上缺乏淡水和食物 绝大多数动物找不到合适的水源和食源 而纷纷饿死 渴死 情况对于蛇岛腹非常不利 他想要活下来 相比其他动物而言 蛇岛腹忍机耐渴的能力更强 一点点雨水和露珠 就是蛇岛腹能够获得的所有淡水资源 每年两次的鸟类迁徙 是它获得食物全部的机会 有些蛇忍受饥饿的时间 甚至可以长达一年 最终它适应了环境 成为这场自然博弈中的幸存者 眼镜王蛇顾不上追逐竹鼠 一个新的发现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条眼镜王蛇已经很久没有进食了 现在的它几场碌碌 一个完美的受害者就在眼前 这是一条华鼠蛇 眼镜王蛇比较常见的捕食对象 它在中国无毒蛇中 属于体型较大的一种 成年华鼠蛇能长到两米左右 华鼠蛇性情较为凶猛 行动敏捷 但在眼镜王蛇的眼中 它也只有沦为猎物的命运 眼镜王蛇似乎不想过早地打草惊蛇 而华鼠蛇对危险的处境 也似乎有所警觉 但命悬一线的距离 已经不允许它贸然行动 双方似乎都知道 接下来一个微小的举动 都将造成致命的连锁反应 这次眼镜王蛇不再犹豫 猛然扑咬了过去 但这一口并没有牢牢咬紧 时机稍纵即逝 华鼠蛇幸运地逃过一劫 这里是最接近阿拉善赋 冬眠洞穴的一户牧民家 他们祖祖辈辈牧养为生 住到这里已经很多年了 对于他们一家来说 今年是丰收的一年 小羊仔的产量还不错 阿拉善赋 常常会出现在 人类活动的区域 因为这里有人类存放的粮食 可以吸引来更多的老鼠 阿拉善赋的出没 同样给人类带来了巨大威胁 通常阿拉善赋不会故意攻击人类 多数是出于自卫 才会咬人 人类和附近的其他家畜 都不欢迎它 这条铁丝网后面 是截然不同的事迹 幸运的话 可以饱餐一顿 反之一旦被发现 很有可能会丢掉性命 随着从天而降的一滴滴雨珠 雨林迎来了多雨的季节 热带雨林通常没有四季之分 但在中国西南的这片高纬度的雨林 却有干湿两际之别 对于在这里生活的动物而言 有时却会带来小铁丝 小小的麻烦 雨终于停了 动物结束了在洞穴躲避的生活 纷纷外出活动 一条鸡肠鹿鹿鹿的银环蛇出现了 作为咒服夜出的动物 它甚至已经等不到黑夜的来临 银环蛇嗅了嗅周围的空气 开始四处寻觅 现在它急于寻找猎物来填饱肚子 银环蛇的食谱中 最常见的是小型两栖类和镊齿类动物 银环蛇的嗅觉极其灵敏 它闻到了镊齿类动物的味道 小心翼翼地向不远处的猎物靠近 竹鼠在一般镊齿类动物中体型偏大 它那强劲锋利的门驰 可以轻易地在竹筒上刻出个口子 将竹枝切断也毫不费力 在碰上敌人的时候 可能会给敌人带来致命的伤害 树上的猎猴发出警告 竹鼠猛然间意识到危险就在眼前 它们拖着胖乎乎的身子溜之大吉 虽然镊齿类动物是银环蛇喜欢的食物 但是竹鼠对它来说太大了 银环蛇继续在雨林中缓缓爬行 寻找下一个猎物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交配的过程通常会持续二十分钟 有的甚至持续数小时以上 对于它们来说 这是一个危险的时刻 蛇岛妇几乎没有什么天敌 但在交配期间它们一时难以分开 其他蛇岛妇或是一些猛禽经过都会让它们受到惊扰 交配完成后 公蛇岛妇完成了延续族群的任务 两条蛇分道扬镳 它们可能一生再也不会相遇 竹鼠家添了新丁 竹鼠妈妈带着小家伙出来觅食 周围的事物对小家伙来说 一切都是那么新鲜 它并不知道 这片看似静谧的雨林里 杀鸡无处不在 竹鼠妈妈被美味的食物吸引到了高处 小竹鼠上不去 因此就落了单 银环蛇发现了这只小竹鼠 一种极其轻微的声音引起了它的注意 一只伸长超过两米的缅甸蟒 在附近潜伏着 盯上了这只小竹鼠 小竹鼠还在愉快地玩耍 它并没有发现周遭潜伏的危险 对银环蛇来说 蟒蛇也是非常危险的敌人 此刻它决定隐藏起来 小竹鼠终于发现了危险 但它已经无路可逃了 危机时刻 竹鼠妈妈及时赶了回来 这是自然界极难一见的情景 在这样的勇气面前 缅甸蟒只能拜幸而归 竹鼠妈妈警惕地守候在小竹鼠旁 母竹鼠护载的狠劲是很难战胜的 银环蛇只能幸幸离开 长时间没能捕捕捉到猎物 银环蛇已经快要坚持不住了 无意之中 它误入了眼镜王蛇的领地 小命危在旦夕 阿拉善妇潜伏在路径旁 静静地等待着老鼠 阿拉善妇潜伏 阿拉善妇体型娇小 但却是捕猎好手 有着自己的生存之道 羊群离近代猎物的阿拉善妇 越来越近 对于过于靠近的羊群 阿拉善妇选择找个藏身之处 保持不动 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避免天敌的保护色 能使它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 不容易被发现 生活区域重叠 阿拉善妇和出来吃草的羊群 难免会遇上 但是体型娇小的阿拉善妇 在感受到危险时 面对比自己打出很多倍的动物 同样会发起凶猛的攻击 如果被阿拉善妇咬到 也足以使羊丧失行动能力 最后可能失去性命 阿拉善妇的攻击失败了 这个结果是蛇 羊 甚至是人 在这片区域所有生命的幸运 此时此地 一场生死之战即将展开 眼镜王蛇主要以其他的蛇为食 因此又有蛇类煞星的称号 银环蛇是我国陆地毒性最强的毒蛇 它每一次攻击可以排出大约4.6毫克的毒液 只要0.08毫克毒液就足以毒死一个成年人 一场毒蛇中最大与最毒之间的较量即将展开 尽管对于人类来说 眼镜王蛇的毒性比不上银环蛇剧烈 但它每次攻击能够排出毒液的量 却是银环蛇的20倍以上 而且事实上 眼镜王蛇对其他大多数的蛇毒都能够免疫 银环蛇似乎在劫难逃 眼镜王蛇开始行动 银环蛇拼命逃窜 眼镜王蛇紧追不放 银环蛇终于明白 靠速度并不能赢得生命的博弈 它努力保持镇定 寻找一线生机 一阵大地的震动 打破了这个生死瞬间的对峙 一群大象经过此地 眼镜王蛇感受到了危险 它迅速将身体的三分之一部分从地面竖起 做出了非常明显的警告 即使是大象这样皮糙肉厚体型巨大的动物 也对眼镜王蛇进而远之 转瞬之间 银环蛇抓住时机趁机逃离 雨林里的生物们不断进行着 这一场场捕食与被捕食的博弈 堵住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它们凭借着自身的实力或是运气 在这片雨林中为生存奔波着 为了能顺利产下幼崽 牡蛇倒腹必须更努力地去捕捉食物 它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地盘 毒蛇的孩子和这只山鹊 只有一方可以存活下来 这一次蛇倒腹赢了 牡蛇倒腹牢牢咬住山鹊 将毒液注入山鹊体内 蛇倒腹是腹蛇中毒性比较强的一种 它每一口会排放出约100毫克的毒液 受环境所迫 为了能更高效尽少腹的毒液中 很多成分都有消化作用 山鹊停止了挣扎 牡蛇倒腹慢慢地将山鹊吞入体内 它会转化成能量 滋养新一代毒蛇的故事 在这片海岛继续 牡蛇倒腹即将生产 它煞费苦心地想要找寻一个隐秘的地方等待生产 然而在这个不足一平方千米的小岛上 很难找到一个绝对的安全之地 大家应该先走 是一个绝对的 能不能疼到 我就温暖梦 去守远 请发动 我想 明天 解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毒蛇的两千多万年就这样走过 在枝头 在水下 在陆地 这些大毒蛇的传奇仍将继续